好,接下来这个主题我们介绍内膜系统 细胞质是细胞进行代谢作用的场所 呈胶状 而这个细胞中细胞质里面的构造 可以依照有没有膜 可以分成单层膜、双层膜 还有不具膜的构造 好,其中合膜、细胞膜 跟部分膜状的胞气 它们在构造跟功能有密切关系 就会形成内膜系统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定义 真的细胞内具有许多脂脂膜的构造 特定膜、构造还有功能 彼此有上下有的关系 会制造跟分泌一些物质 就是细胞里面的生产线 好,接下来我们用下面这个图 仔细介绍 这里细胞外 这里细胞内 这里细胞核 这内脂网 这高基氏体 好,我们从这里看 细胞核里面的核膜 有分成内膜跟外膜 这个外膜会形成内脂网 而内脂网又分成 粗糙型内脂网跟平滑型内脂网 而所谓的粗糙型内脂网 上面有核糖体颗粒 这绿色点是核糖体 而平滑型内脂网是没有核糖体的 除草型内脂网负责蛋白质的代谢 而平滑型内脂网没有核糖体附责 它是处理糖类跟脂质的代谢 好,当内脂网上面核糖体制造出蛋白质的时候 蛋白质有分两种 一种蛋白质是在这个内脂网的内腔里面 蛋白质在内腔里面 还有一种是脂溶性的蛋白质 它就穿插在这个内脂网的膜上 脂溶性蛋白质 所以蓝色这个是水溶性蛋白质 红色这个是脂溶性的蛋白质 好,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蛋白质 都会透过这个蓝泡 而进入到高基势体来修饰 好,这我们看这个高基势体的构造 它这个都是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之间没有连在一起 每一层都有储存蛋白质修饰的功能 好,这个蓝泡进入到第一层之后 修饰完之后 会再分泌出新的蓝泡 进入到第二层 第二层修饰完之后 再形成蓝泡 这个蓝泡再进入第三层 层层修饰 好,所以从内脂网的蛋白质 是一级结构的蛋白质 经过高基势体层层的折叠修饰之后 就会变成三级甚至四级的结构 从这里一级结构一直到三级或者四级结构 三级结构的蛋白质才具有功能 这个过程就蛋白质的修饰 好,这些有功能的蛋白质 可能是三级或四级结构 离开高基势体的时候 用蓝泡把它包好 包好之后 如果它是磨蛋白的时候 就会跟这个细胞膜融合在一起 或者这里 要分泌出去的物质 利用包吐作用 把物质分泌出细胞外 就像刚刚前面我们才提到 包吐作用跟高基势体有关 好,还有些蛋白质 它会留在细胞质内 就会形成融体 里面有水解酵素